其實當年都很希望自己做的糖水譜的生意 現在就很小小了 但是都有一個想法是想 可不可以再跟大家交流多一些 因為這裡很多生意的聰明人 然後向他們合法去交流多一些 希望有機會可以將自己的事物發生意 也都帶到一個更加遠的地方 其實很緊張又很興奮 因為一年一度又有一個好朋友 除了想去放假假之外 其實因為今年自己很積極 不知為何專注力去了開糖水譜 之後其實是一個傳統的事物 是比較近身 又要照顧小朋友的時候 所以今年其實我出的歌的產量真的不太多 但是今年只是出了兩首歌 在馬來西亞上個月我發行了一首的集錦碟 又收錄了兩首歌 一首是翻唱熱歌 一首是原唱的歌曲 那麼快呢 在星期日被Chris預告了我會去澳門 其實這個作品在香港我都不是正式去發行的 但是首先在中日文廣播電台發佈了 希望可以得到好成績 趁機可以去澳門放自己一天假 其實都已經是有影響到的了 最近的市面上的市場 其實都在那裡的生意是有影響 但是自己作為一個經驗體的話 我不想因為短時間的這些影響 而去影響我自己員工 10月15日最核心的員工的戶口 所以我也要搞盡我思考 一些心思可能是加多一些的身材 或者在我們的硬碟成本上可能可以降低 令到我們可以用輕資產的模式 繼續令到我們的生意可以營運呢 那麼到現時為止 那個成效是挺好的 那麼今個月呢 我們亦都是比起上一個月後顯著的進步 那麼最難的進步就是 我們下個月中就會再可以增電話 那麼這個是 就是又緊張 但是其實亦都是 好像在博賽跑之中 不停去堅持 那麼我覺得是很感動的 其實真的是感動 因為跑的人不是只有我一個 跑的人是 現在感染那個氣氛 其實是全店舖的員工 上上下下 其實我們都是很一致 一起去努力 遇到問題的時候 不是逃避 不是推城 而是去想方法解決 我覺得這個是很意外的驚喜 也是一個很意外的生活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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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